下面的视频呢 我们就针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耳机模型 它的一个重新建模的过程 进行我们这一系列视频的一个讲解 我们首先要进行的就是我们这个输入数据的一个处理 这个模型呢 因为本身是我们这个其中的一个用户提供的 我们上一个视频呢 针对这个用户在曲面造型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个系列问题 进行了我们这个分析和我们这个讲解 那现在呢 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型 进行一个重新的一个造型 让帮助大家来看一下 对于我们这种特定的形状 如何采用合适的一个拆面的方法 来进行我们这个造型 那我们首先呢 把我们这个用户其他的一个数据先删掉 然后呢 先另存为我们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文件 那我认为 我首先要对我们这个输入的数据 来进行我们这个整理和优化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输入数据 你可以看到 他明显 他这个方向就是不正的 首先你可以看到我们这种分形 分形线 或者是分形面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正方向呢 这个基本上这个丙部的这个形状 它是这样的一个方向的 而现在呢 它是歪了 所以呢 我们要把它摆正 然后这里面这个导入数据里面呢 这个垃圾太多 那我们要对它进行我们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我们这种输入数据 它是怎么处理的 首先对我们这种输入数据呢 它有一个导入特征 你可以重新定义 然后呢 可以直接进入我们这个IDD环境 也就是这个急救箱的这个图标 点击进去 那你就会发现 对我们这种输入数据呢 它实际上是由系列的 一系列的面组来组成的 很显然有很多面组 这是不需要的 那我们要删除很简单 实际上在这个模型数里面 你可以找到 这些不需要的 就直接按下删除键 第一键 那就可以直接删除 除了我们这些多余的 还有一些面 它是重复的 那我们当然首先 我们先删除这种明显是多余的 直接是多余的这种曲面 直接删掉 然后呢 有一些当你选中之后呢 它会出现类似我们这种斑马条纹 这就说明这里面是有重叠的 这个曲面 那你可以选择删掉一个 等一下我们再来删除 我们首先把这个明显多余的 这些删掉 那外面凸出来的 那肯定是没用的 还有一些内部的 那肯定是没用的 我们可以直接删除 然后继续选 选到它这个加量 那我们就把它删掉 没用的就全都删掉 刚才这里有一个 那删掉它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里面的封的也不需要了 其实没有什么用 这个也是一样 那一个个选择 反正也不会太多 这个也是删掉 然后你再来看一下 这种重叠的 基本上全都是条纹 说明它是完全重叠 这个你可以直接删掉 我们不用担心它有 它没有了 如果说你觉得删错了 马上按Ctrl-Z就可以恢复 这个所以呢 不要有什么心理压力 再删掉 那这面外面多余的 那我们就删掉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重叠的这个面组 这里你有的时候 它是有差别的 所以你要注意要删掉哪一个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面选择 这个有重叠的 你删掉它 你会发现原来这里面两个孔 或者说两个那个结构的位置 它不见了 那你就Ctrl-Z恢复 说明这个重叠的 这个是有用的 那自然要删掉另外一个 它这种呢 这里面有两个孔 然后呢 它是封闭的 就说明有一个是挖了孔 有一个是没有挖了孔的 所以呢 你就要把没有挖的孔的那个删掉 那留下有孔的 这里方便我们做结构的时候 参考 这到底这个定位的在哪里 上面的那个也是一样 上面的这个 当我们选择之后 这个边界出现的是有孔的一个 那没孔的那个 那我们这样要找到它 然后把它删掉 这里就可以设置没孔的 所以要把它删掉 然后后面的这些呢 可能应该 这里面呢 既然全都是我们这种帮马 那肯定是多余的 那就删掉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可能就没有重复了 那现在呢 就是剩下了我们要保留的这种曲面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也多余了 它删掉就没有 那说明它没有多余 那就是要保留的 那现在呢 这些零零闪闪的呢 那都是一个个面组的话 那也不方便我们这个选择造型的时候 选择参考或者干其他事 都不方便 所以我们有必要把它先合并 比如说这种两个面呢 分开的 那我们把它合并 然后呢 把这些 这个分开的都是在我们这个输入特征里面合并的 这个面组 然后我们再看下面的这个 那肯定要和这个是 也是要合并的 连着一起 然后这个 这里面肯定是多余的 这是帮马条纹 这边 那肯定是和我们前面的一个要进行我们这个合并的 下面呢 应该还有一个小的 那和我们这个上面要进行我们这个合并 然后上面这小个 那自然要和我们这下面的这个部分呢 要进行我们这个合并的 这个和我们这个中间刚才我们合并的这个小面组 那它肯定也是一起的 那我们也把它合并 然后最后的这个里面的这个面 这里面是有一个 那没用的 那它是一个内部的一个曲面 那就没用 这个呢 很显然和我们上面的一个部分呢 自然它也要合并成一个 那我们就越来越少了 这个呢 这个肯定也是里面的 那我们就把它删掉 那现在呢 就保留两个 这两个我们再来把它合并 如果能合并呢 当然最好 但是有的时候 因为这个输入的这个数据呢 难以确定它一定可以合并的 所以呢 实在合并不了 也无所谓 那我们就保留我们这两个面组 已经比刚才好多了 这两个呢 你可以再折叠一下 变成我们这其中的一个 完全的一个输入的一个特征组 这个曲面的组 现在呢 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 多余数据的一个删除 现在呢 这个就看起来就清静多了 这个参考起来 当然看起来心情都好一点 但是呢 那我们现在 虽然这个多余的数据垃圾呢 处理完了 但是它这个还是歪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可能有的用户说 那就直接给它创建一个辅助的基准呢 这个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你创建这个辅助基准呢 你每一次呢 这个默认的仕途呢 都是歪的 那这个也是很不爽的 然后呢 你还得自己定义这种仕途 如果说偏离我们这个坐标系特别远的话 那就更麻烦 所以呢 我们一般我不建议这样做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有的用户可以说 那我创建一个合适的一个坐标系 然后输出再输入 这个当然可以 大部分情况下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你要知道输入和输出呢 有就容易产生我们这个新的数据问题 有可能烂面了 就是原来是好好的输出输入呢 它又变形了 又烂面了 这个又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 实际上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扶持几何的方式来创建这种类似我们这个输出的一个效果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就是它不需要重新输出输入 而是直接是Coreo的数据的一个交换 只是新建的一个零件 把它的数据挪过来而已 第二呢 你可以通过坐标系来定位 把它定位到合适的一个坐标系上 这个呢 对我们这个观察这个模型就方便的多了 那我们这个操作应该是怎么操作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首先呢 你新建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呢 它是空白的 比如说我新建了这么一个空白的模型 然后呢 那我们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 清理好数据的这个模型上 我们要给它创建一个正确的一个坐标系 那比如说我想把这个圆点呢 大概放到我们这里 因为你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这个主体的部分 然后这个方向呢 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正方向 那很显然第一步 那我们给它创建合适的基准面 这个 从我们这个模型 我们知道这个是我们这个对称的一个地方 就是全面的这个部分的对称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选择通过其中的一个对称的一个线上的一个点 按住Ctrl键选择这个基准面 给它创建一个平行的平面 那也就是说 相对我们前面这个形状呢 这个是我们这个对称平面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分形面啊 这个分形面呢 实际上你可以看到两边都有一条类似我们这个分形线的 所以呢 我通过这其中的两个点 基本上它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分形的这个面了 这个是我们这个分形面 然后和我们这个底面不是平行 和我们这个方面 这个面法项啊 这个面呢 就是我们这个分形这个面了 这个当然了 不同的数据呢 它不一定有这些参考 但是呢 总会有一些 特定的一个特征 满足我们这样的一个分形 或者说方向的一个需求的 这个根据我们这个特点自己灵活处理 像我们这样的很明显的一个基础呢 我就自然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确定 就可以生成我们这样的一个平面 对应的它还有一个数值的一个平面 数值的这个平面呢 肯定是在我们这个中间的 因为这本身这个形状应该就是对称的 然后这里开始 我们可能以为这个小孔 但是一观察这个小孔 它其实不是中间的 所以呢 我们就放弃 那在这里呢 直接创建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个基准点 随便选择一条边界 把它的这个比例呢 放到我们这个0.5 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个终点 有了我们这样的一个终点呢 你通过它来创建一个平面 它呢 和它是法向的 当然还要和我们这个是法向的 那就创建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平面 那也就是说这三个基准平面呢 这一个 然后这一个 还有这一个三个基准平面呢 就可以确认 确定出我们一个合适的一个坐标系 那你注意看到 在这里面就三个都是正方向 那再来看一下 我们有了这三个基准平面呢 那我们就创建一个新的一个坐标系 那注意看这个方向 假如说你想把这个 作为我们这个from的这个视图 就和我们这个默认的这个from视图一样的话 那很显然这个z方向 它应该是我们这个x方向 而我们这个x方向呢 它应该是我们这个y方向 而且呢 它要反向 y要向上 这个x要向右 那就对了 现在这个方向它就是对的了 那确定 那就创建了我们一个用来定位的这个坐标系 那大家就看一下 我这个坐标系 等一下有什么用处 然后呢 我们回到一个新的零件里 通过我们这个扶制几何 这里面扶制几何呢 你可以在主件内扶制 也可以直接外部零件扶制 默认呢 它是激活了我们这个发布几何 你可以把这个 紧线发布几何这个选项去掉 然后打开我们这个模型 直接打开我们这个绘画中的模型就行了 就是我们刚才的这个模型 注意这里面 点的时候不要太快 这里放置呢 缺省的是我们这个默认的 也就是默认坐标系对齐 那如果是你这样的话 扶制过来也没有用 它还是我们这个缺省对缺省 还是歪的 所以呢 这里你要选择这个坐标系对齐的方式 选择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坐标系 和我们现在的这个默认的坐标系 进行我们这个匹配 就选择我们这个默认的这个坐标系来进行我们这个对齐 那这样呢 然后就可以进行我们这种校正的参考呢 自然就选择我们这个面 刚才的这两个面组 可以右键切换到选择这个面组 按Ctrl键再选另外一个面组 中键确定 那就可以把我们这个曲面扶制过来了 那你看一下 现在这个和我们刚才有什么不同 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默认的位置就跑到这里来了 然后呢 你切换到我们这个from视图 它就是正的 切换到我们这个ret视图 right视图 这个都是我们这个正的一个视图 那对我们这个建模来说 当然就有很大的一个便利性 而且它很容易就观察出我们这个曲面的一个造型的一个状况 包括我们这个原始它造型的一个方法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这个数据数据复制过来 到这里呢 可能有的用户就说 你这样会有关联呢 我是不是要保留原来的这个处理的那个零件 那才可以保证它每次再生 没问题 实际上不需要 这个外部复制几何呢 它有很多个选项 那可以帮助你来控制 点开我们这个选项 它这里面默认它是自动更新 那也就是说 假如原始的一个零件 修改了 你这里更新一下 它就会自动进行我们这个修改 那比如说 这样啊 当然了 如果说 外部的这个没有了 就会带来失败 所以有利必有弊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把这个坐标系修改一下 这个方向 我把它这个反向 确定 这个整个的就反向过去了 如果说你到这里呢 再生一下的话 那这个它自然也就反向过来了 所以呢 这个更新它是自动关联的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选项呢 把它改成 呃 非相关性 那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输入模型了 那也就和我们原来的一个模型完全不相干 即便它删掉了也不会影响我们这个再删 当然了 你也没有相关联的这个优势的 就是假如说原始的这个模型改变了 你这里呢 它也是不会变的 你设置了非相关性 这里面要谨慎 你设置了非相关性 那就没有切断了这个联系 你就不能再改回来了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 然后我建议你选择是手动更新 手动更新 它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现在设置为手动更新 然后回到我们这个零件 那我再重新改一下我们这个坐标系 那当然了就回到我们刚才正的位置确定 那回到我们这个新的模型 你再来再生一下 那它这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因为你设置了为手动更新 那手动更新是怎么一个更新法呢 那我们就是右键 然后从更新控制这里面 你选择更新 那它就更新了 这样呢 就提供了我们一个灵活的控制 就说假如说你觉得这个外来的数据 它可能还要修改 还要处理 你还想保留这一点关系 但是呢 你又不想让它自动 或者说让它 万一这个东西没有了 你就引起你再生的失败 那你这时候就选择了我们的手动更新 那你要注意手动更新的时候呢 它是没有提示的 但是呢 它同样 它有一个选项 可以让当有我们这个变化的时候 给你提供通知 这里面勾上我们这个提供通知这个选项 那它又会有什么一个不同呢 回到我们这个原来的这个零件 然后你重新定义一下我们这个方向 一样的这个坐标系 我们再把它这个方向进行一个反向确定 回到我们这个新的零件 你现在再生一下 你就会发现 你不用再生 你就看到 这前面呢 就出现了一个三角的警告信息 这个呢 右下角呢 也会有一个警告的信息通知 这个是你可以设置的 那就告诉你现在呢 已经有外部的零件已经更新的 那如果说你要这个时候 你要更新的话 你同样还可以从右键更新控制 这里面更新 如果你不想控制的 你放在那里也没事 但是呢 你更新的话 它就自然得跟随着 我们这样的一个更新了 所以呢 你要注意这个选项 它的一个用途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再重新回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向 然后把它反向确定 回到我们这个下面的状态 再生 然后进行我们这个更新控制的一个更新 那就可以回到我们这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选择手动更新 然后把这个通知呢 一个选项也取掉 免得的总是反你 这样的好处就是你随时可以进行我们这个关联的更新 你随时可以切断它们的联系 只要你不更新 它就不更新 这个是完全我们手动控制的 这个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 通过我们这个外部 扶制几何的方法来进行我们这个输入数据的一个整理和我们这个摆正 当然了 还有的用户会更极端一点 如果你什么 其实我都完全处理好了 完全不需要原始的 设置非相关性也可以 另外你可以从编辑这里面折叠 那也可以 那就相当于重新输入的一个效果一样了 那就是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那一般来说 我觉得你还是保留我们这个手动更新 然后把这个通知这个选项去掉 就够了 这样呢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原始数据处理好 并且呢 摆正 现在呢 我们才就可以进入我们这个真正的一个建模的阶段 不要觉得这样的一个工作浪费时间 这个工作正是我们这个砍到砍材 磨刀不误砍材工 这个意思一样的 这个给我们后面的建模带来很大的便利性 而且呢 你要知道 这种东西有的时候是一个厌恶性劳动 你如果说总是歪歪扭扭自己总是修改一点点都要摆了半天的话 那自己也会心情都不爽的了 那这个视频呢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下一个视频呢 我们就要讲的就是我们这个真正的一个建模 这个整个零件 它的一个建模的一个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